繼續再往下看一下 我們既然是做影片 你有沒有感覺到中間這裡有多一個東西 旁邊這個是等於增加另外一個投影片 增加一個影片進來 那中間這個就是什麼 轉場 跟我們簡報一樣 影片也有轉場 點一下 你把它點一下 出來了 它的轉場不多 因為這不是它的重點 把它比較像簡報 但是呢你可以有這樣的感覺 有沒有 所以 這樣子加進去 我們中間 這裡 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當然你還是可以替換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子 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從哪裡 是不是可以從這邊下載下來 因為你是做影片嘛 按下去 好MP4 那兩個頁面都要 我們就把它下載一下 它就會開始幫你把剛剛的內容 轉換成我們 我們MP4的格式 好有沒有在這裡正在下載中 那當然其實你從右上條這裡 有沒有發現也有一個 展示並錄製 跟剛剛的功能一樣 這我就不用重新介紹 所以 你的影片 我想要直接 現身說法 你就直接把它錄下來 這樣也是可以的 好現在 這樣子的 我已經下載好了 這樣就OK了 那我剛剛講過其實這個檔案 它都會自動儲存 所以呢如果你有 做了 你會發現 你也不用特別儲存 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就有兩個 就儲存下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那我現在呢 就要麻煩大家 因為 我們在簡報的第8頁第6頁 這裡有一個網址 你可以把它打開 因為待會呢 我會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 軟體跟字幕 有關係的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我看一下 這裡有兩個 第一個 我需要這個 第二個 剪硬的 第二個 需要這個 麻煩各位下載 因為這個 比較大一點 要一點點時間 來還給各位囉